江山纵横 云桃飞柳 多少豪杰壮志文仇 天地之间聚散一壶酒 大江东去郎桃井多少 少悲愁 天下隐情世事造酒 风雨人声为梦相奔走 高出寒意不是谁都能感受 天下隐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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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楚国的大仇 何时能报 相机发誓 此仇必报 好 好 自即日开始 你得跟着我学习兵法剑术 一点一滴开始 余子熙也可以跟你一起 我要教你 相架的传世本领 答应我 叙事先有用的东西 我答应 不过 你也得答应我 不可焦躁自满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大 老三大 听好了啊 三天后杀路啊 听到 三天后杀路啊 我不去 你敢不去 你敢 敢怎么去 打人啊 打死我我也不去 我不去 敢怎么去 杰老婆 杰老婆 你家老大准备得怎么样了 过两天 过两天可就要走了 他要走了 家里地就没人中了 你的意思是不去了 能不能往后拖一拖呀 想都别想 行行行 别再露了 你就弄点礼金准备迎娶吧 大哥 我只是觉得吕小妹 她有点 有什么呀 活着不活着在她 嫁人不嫁人可不由她 我谢大哥了 别谢我 回头啊 好好谢谢你嫂子 她为这事 可真是费了不少心 老婆 又去了 这回啊 干脆就把吕夕 叫到这儿来 跟你明明挑补 这事就成全你了 她一会儿来了 你可别不说话 让白忙我 那当然 那当然 多晚哪 你怎么就看上她了呢 我稀罕她 再说 咱们这兄弟 以后不是亲上加亲 这不更好吗 仔细想想也是啊 咱们这些人 都有手好闲惯了 有个女人跟着算不错 你妹呢 吕虚呢 她 小声点 我去了一看哪 跟凡快撤一块儿了 妈 是吧 哎呀 你 大哥 你们是畜生啊 大哥 你怎么来也不说声呢 你男人是谁啊 跑 谁 你个贱民人 你真的不知道她是陆瓦的女人 我 我知道 知道你还敢 我也不想了 这不 一时没忍住吗 大哥 那 那现在怎么办 你懒乱是不是给你擦了呗 马上要走了 你尽情地跟她风流吧 最好能下个种出来 我那儿 我去跟她说 别再给我惹事了 大哥 我这个人不会讲话 但我也不傻呀 你为我这事 也费了不少心思 受了不少委屈 你这不少安静 反馈记在心里 踏实 一定要报答 去去去去 滚 她娘的反馈 她是承讯的恶心我呀 什么兄弟呀 她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我饶不了她 饶不了她 好兄弟 喝点汤 听嫂子话喝点汤 听嫂子说 樊快为人做事 是鲁莽一些 她混蛋 她混蛋 可是她心仰还是挺好的 你说是吧 这事不能全怪樊快 还是怪我那个妹子 是嫂子没叫好 嫂子不对 外面好姑娘那么多 你何必找她呢 这根本就配不上你 姐 姐 你叫男人打我 你还有脸哭啊 我打你 他怎么不打死你啊 你还有脸回来 我让你回来 走 出去 走 乱 永远别回来 傻子 他 打死 算了 嫂子 算了 嫂子 算了 气死我了 别生气了 我知道你跟大哥对我好 我也知道 大哥是一言九鼎 言而有信的大丈夫 以后他肯定有出头的日子 而我卢婉子 就是他身边的那个 他要抓鸟蛋 我给他扶梯子 他要抓鱼鳅 我给他治猪篓 也就如此了 行儿大哥 他觉得他对我言而无信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不会让他言而无信的 是因为我不要吕婿 是因为我退了婚约 他在喜欢上反快的 跟你们没关系 来 兄弟 干一个 兄弟 嫂子今天答应你 一定找个好姑娘 嫁给你 谢嫂子 你听我说吗 你听我说 你睡了我的女人 还要我怎么样 我我不怕你怎么样 这事大哥已经把我骂了 我叫着吧 爷爷也对不住兄弟 这事我我真的是没忍住啊 兄弟要不是这么着 你拿这棒子打我一顿 出出气 打你啊 我弄两个钱 你出来说嘴 我要娶女人 你又先插了一腿 不 这事吧 我不是成心的 你就是成心的 你成心跟我过不去 我今天要把你打死 然后把你散了 我吹你你的 你差不多就行了啊 你还真打呀 你还还手啊 你不是让我出气的吗 那我也没让你把我打死啊 今天有你没我 咱们去吧 你怎么打死 你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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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 打死 玩死 玩死 有你没我 起来 有种的起来 起来 起来 真死了 真不进打 起来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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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块 行星 行星 行星啊 行星啊 你打够了 我告诉你 这事没过去 请我喝酒 喝酒是吧 没问题 请你喝个口 那 那你拉我起来 这才是好兄弟嘛 其实 我跟这小娘们睡这事 他其实 真是 我没忍住 来 继续练 不行了不行了 不练了 干拜下风行了吧 你承认输了 晚上喝酒 你请客 语兄啊 这练剑啊 我确实是计不如你 可是要说几折铸剑 你可就未必能行了 铸剑 我倒挺感兴趣的 下次你教我 来 好啊 那可就不能算是我输了吧 你这个徒弟我收下了 晚上喝酒呢 还是得你请 这 真的 哎呀 语兄啊 其实想了挺长时间的 一直有些话 我没跟你说 嗯 经过这段时间的交往 我觉得你还算是一个厚道之人 我有个妹妹 也到了嫁娶之年了 我是这么想的 我准备给她找个可靠的人 怎么样 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啊 哎 怎么了 难道 你有心上人了 哎 是哪家的姑娘啊 哎呀 既然我妹妹没有这个福气了 你就跟我说说嘛 我只在远处 见过她一面 什么 你在远方见过一面 就这么痴情啊 这 哎 那你给我讲讲 是个怎么样的女子 让你这么年年波啊 余子歇 你试过 一见钟情吗 这感觉 感觉很特别 就是 一想到她的时候你就 你的心 就不再漂泊无翼 想到她 就会忘记所有心烦的事情 你的嘴角就会 不自觉地上扬 还 笑什么 我是没想到啊 我万万没想到 你项羽这么英雄级的一个人物 你看看你身上这块 门夫一个呀 你也别练武了 你去写诗吧 哥哥 好看吗 没你好看 都好些天了 怎么没见到哥哥 去练剑呢 老叔给他 没意思 不去了 那 他没来找你 没有啊 是不是他有什么事忙去了吧 那你去找他吗 哎呦妹妹 你是看着哥哥叔高兴是不是 既然他的剑法那么好 你就应该多向他去讨教 这样也没有坏处嘛 那哪是讨教啊 那家伙快儿太大 出手特重 那你们练剑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可别让他伤着了 嗯 好 哎 妹妹 你刚才说 千万别让谁伤着了 我是说 你们练剑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哥哥你别伤着了 哦 女兄 女兄 走 走 跟我见你 你这东西哪儿来的 这是那姑娘的马鞭 这可是我家的东西 世界上难道还有这么巧的事 哦 你的心上人居然是我妹妹 你妹妹 她是不是有匹好马 像黑段子一样的好马 从头到尾 没有一根杂毛 头尾有丈二 西背有八尺 射人心魄的双眼 那是无锥 家父所养 那马的脾气非常暴躁 只有我妹妹鱼姬 才能管得住她 那你妹妹是不是也很会弹琴 什么叫很会弹琴啊 那是高山流水之音 怎么会这么巧啊 紫棋 你说我是不是太糊涂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的心上人竟然会是你的 好 我就说嘛 每次我跟她提到你 她总是不多问 而且最近我还发现 她总是对着镜子发呆 愁眉不展的脸上露红云 原来这是少女怀春啊 合着这春原来就是你小子 好 太好了 语兄 我可跟你说啊 这可不是巧合 这是天作之合呀 这样 她昨天刚刚回来 我们马上把她带过来 咱们就在这儿 好好商量商量 把你们俩的终身大事 就给办了 英雄配美人 行 你在这儿等着 紫棋 怎么了 这一切 这一切已经过去了 替我把马鞭还给她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你这是何意呀 大仇在身 我不能顾及个人儿女情长 语兄 这儿 女儿 库克鲁玛 这儿 女儿 库克鲁玛 好 向庄 月儿 数月不见 你的功夫又渐长啊 向伯叔父 我 庄儿 叔父 大哥 怎么 便要动身了吗 对 正好 我把庄儿也给带来了 明天早晨 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快计 太好了 我来到我 跟他们一个人一起去 你 我看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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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语兄啊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啊 走吧 进屋书 紫棋 我就不进去了 我 我在这儿待一会儿 待会儿就走 语兄啊 其实你跟我说的话 我又想了一下 我觉得 紫棋 其实这两天 我要去干件大事 事关我从小的志向 以及家族的荣耀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等待的 就是这一刻 原谅我 原谅我 不能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事 等事情办完 如果我还活着 我就会马上过来 给你和语姬一个解释 语兄 你别说了 我听明白了 既然你信得过我 说出了你的心里话 我也告诉你 如果我们是兄弟 你带上我 虽然我打不过你吧 虽然我打不过你吧 但是你信不信 如果真的硬碰硬的话 我余子气是快好料 当然知道你不是脑肿 真 偷袭 陶兄弟 我知道你是好意 咱们先定个规矩 男人自己的事情 要自己解决 帮我 好好照顾你妹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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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来 刘继 刘继 好消息 什么消息啊 肖大人让我给你带个话 他说 你告诉刘继这臭小子 我是拼了老命 帮他凑了这五十个囚犯 他凑了五十人 对 多一个没有 好 要是你愿意的话 随你去吧 我就知道 肖大人 有这本事 刘继 这五十个罪犯 我都打过交道 除非个别的不好生以外 剩下的 你都站得住 放心了 三天以后到县衙门 押人出发 你回去 跟肖大人带个话 就说我刘继 谢谢他了 明白了 好了 这点柴火 好 够你烧两冬的了 你捡那么多柴干什么呀 你不回来了 我说你身上有了 你就别干活了 干点活怕什么的 多干活加来生个儿子 生什么儿子 这年头生儿子 八成死亦非命 什么死不死的 我看还是生个女儿好 生个女儿好什么呀 早晚都是人家的 要你陪着我就行 小姐 有句话 我必须得跟你说 说吧 我走了以后 你可就恪守复道了 你生 是我刘继的人 死 也是我刘继的鬼 死 也是我刘继的鬼 你 事物巨细 我们尽量想得周全一样 告诉大伙 不要带钱 带钱也没用 都留在家里 多带些食物 这伙人什么人都有 带些棍棒和绳索 好 尤其庸池那小子 得提放点他 没事 兄弟们在 他伤不了什么事 命死他 你再和兄弟们盘算盘算 尽量想得周密一点 小大人 来来来 就这样 你去安排吧 我告诉你 小大人 坐吧小大人 小姐 马上就要上路了 我来给你送个行 来 客气 来 坐 小姐啊 你给县上解决了这么大的难事 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萧大人 这可就严重了 平常 萧大人为我们乡里做的这些事 我们心里都有数 做这点事 应当应得 好 就是啊大人 您说这话可是见外了 来 大人喝水 您看谁不知道啊 这上官比下官难当 您把这么重要的事情 交给我们家刘继 证明您信任他 您还说什么客套话呢 是吧 所以 这可是假话 我就是帮萧大人忙 怎么了 是 是 夫人真会说话 我去忙啊啊 好 来 你们聊 小姐啊 这次送夫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啊 换了别人可能还没这个能耐呢 萧大人 我会尽力而为 这些个行徒 一个个都不是良善之辈 不知道路上会闹出什么乱 万一有一个逃亡的 按照秦法 你都可能被定成连坐之罪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一路上艰难险阻 困难不会少 你要抓紧时间 万一过期 全队都要被斩首 生死犹天吧 我尽量把这些人带过去 好 这我就放心了 你那些一起去的弟兄们 家里有什么该了的该办的 交给我 萧大人 你多虑了 我都安排好了 好 那我就算给你送行了 这个 你拿着 萧大人 这是钱吧 当然是钱啊 我要它有什么用 路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困难 你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虚吗 有钱就没事了吗 该有的还有 萧大人 我觉得你太多虑了 既然把这事交给我刘继 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你的官就是了 那你让我 请收回傅泽的话 我刘继不去了 那好 肖某心领了 那 你路上多加小心 六部 李芝 准备点饭菜 我跟萧大人 临行喝他一会儿 好 来 好 那好 那就托扰了 那不立起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我们这次去丽山 既不是戍边又不是打仗 没错 路途是远点 可能会苦点 但是还不至于死人 时间太紧了 只做了这一双 你脚上穿一双 爹给了一双 一共有三双鞋 路上那么远 省得点穿啊 够了 别别别 身子不方便 我来 没事 给你带了最爱吃的枣 来 什么时候回来 跟你说过很快 我可听很多人说 好些人去了就回不来了 你放心吧 很快我就回来 很快我就回来 你儿子死了我就不活了 又胡说 姬爷 等你回来儿子就出生了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 我说是就是 醒了醒了醒了 我等你回来 去吧 走吧 走吧 乐儿 走 听娘的话 爹 我先走了 秦儿 你这一走 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啊 哎呀 就拆趟姚毅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秦儿 别看爹平时打你骂你 其实爹最心等的就是你 行行行 哭什么哭什么 有什么口哭的 大哥大嫂 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们了 爹 放心吧 这刀子一手 我就回来了 你们都别动了 就送到这儿好不好 你们这哭哭啼啼的叫弟兄们 看来是什么样子 去吧 回去吧 回去 走了 路上小心点 多试个心眼 别试试竟出头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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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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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起来 给我起来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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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你别碰我 起来 三日 起来 别碰我 碰我了 我就死了你 别碰我 别碰我 四日吧 快起来 别碰我 四日你哦 听见没有 起来 五十 起来 老子哪儿也不去 反正是个死 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 五十个人 连一个都不少 交给你啊 老子哪儿也不去 我哪儿也不去 反正是个死 今天我就死在这儿 别碰我 别碰我 那样呢 长路迢迢 老子 那才姐哥们 诺 刘继 长路迢迢 晚上睡觉你睁着眼睛 小心我在路上杀了你 你吓死我了 杀了我 老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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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 起来 老子哪儿不去 快点 别碰我 别碰我 起来 别碰我 给我拽我 repeat 死定 Assim 别碰我 快 near 又拣不了 把大门打开 快 wherever 帮我儿子 干什么 你们帮我儿子 小姐 路上小心点 看住了 别让他们跑了 知道 路途遥远 带他们好一点 这还用你说呀 都是乡亲 这不是没办法吗 我最担心的是 这些人一走 来年肯定老计划 少发点牢骚吧 大秦的律令可不是闹着我儿的 你们 别发了我儿子 好好地去 好好地回 回 回 回得来吗 我还能回得来吗 这些人还能回得来吗 小大人 说得太轻松吧 小大人 我只求你一件事 如果我回不来的话 家人可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 另外 我如果死在外边 找着我 葬我个全尸 快点 给你们发了我 发了我儿子 你不许找不到人子了 让我开 阿兹 我 在外面 走 大人 快点 快点 花生 快点 好 小春 走 哎 看什么呀 嫂嫂 我说你呀 阿欣 曆天一事无成 老爷回来了 皇兄 你来了 赶上我今天心里特别烦 正好与你意图为快 来 入座 我说 还不把饭菜端上来呀 客人已经等了多时了 客人 每天三餐都在这儿 还算什么客人 皇兄 何事让兄长烦闷呢 盖下风铃铃 出歌声切切 多少少离别 陈时缣晴 笑语 往事重点 你的心思 我醉了好解 我是你的一切 你是我的一切 没有你又何必 要什么出何寒净 我宁愿为爱而生 为爱而明 我宁愿为爱而生 为爱而生 为爱而明 我宁愿为爱而生 我宁愿为爱而生